來歡迎各位也要感謝各位 我想促成我們今天的姻緣 主講者當然是于京方教授 那麼于教授我想在座很多菩薩 比我認識可能更深 但是基於禮貌 有人介紹有人請法才有人講法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 就是來把于老師再介紹給大家 我想于老師今天能夠應主辦單位 聖言教育基金會 2014年我們的經典講座 今天來跟大家演講的主題是 漢傳佛教的菩薩信仰 以觀音為例 今天開始連續的四個禮拜 那麼我們藉這個姻緣 于老師在台灣 特別邀請于老師來聖言教育基金會 來跟大家分享 于老師在過去的很長時間都是在美國 那也是師父呢 那麼70年代最早在美國接觸的地址 于老師也是最早歸一師父的地址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我一看了這個資料 我在想當時的姻緣 美國其實很大 我是假設于老師如果不在紐澤西州的話 可能這個姻緣可能不是那麼快就具足了 那這個也因為這樣子所以在于老師在紐澤西州 這個擔任教授 那之後到哥倫比亞大學也擔任教授 那我想在美國主要也是研究跟教授 那之後我們聖言教育基金會呢 老師在去年已經在美國退休了 但是于老師對於漢傳佛教的弘揚 也把握這個因緣 那麼聖言教育基金會還是特別在政治大學 也同樣設了一個聖言法師的講座教授 那這次于老師的回來其實是 也是利用這個機緣那回到政治大學來講座 這個做講座教授的時候 這個空檔那才有機會能夠邀請于老師 到我們這樣子一個講堂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我想在座的菩薩跟我一樣 大概都有很多的機會先看過 這一本于老師的大作 那如果各位菩薩你還沒有的話 我不知道我們聖言基金會這個會場 還有沒有一些可以跟大家能夠來 讓大家來請購 于老師這個發了 各位很難想像一個漢傳佛教的博士 那教授教了30年的佛學 要花15年寫一本書 那就是這一本書 真的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看很多學者講說 在未來的數十年難有人出其佑 因為老師那個Warding我不是那個 Exactly記得那麼清楚 但是大概是這樣一個意思 就是說真的是在未來數十年 很難有人出其佑 能夠再寫出這樣子一本 那麼這麼這個內容豐富 而且這個收集的題材 非常的廣泛 不純粹從學術來 能夠來把它寫成這麼完整的一本書 那其實當時2001年 這一本書英文版出版的時候 師傅有感於 怎麼會沒有中文版 花了很多時間 很多菩薩的幫忙 我想這裡面還包含余老師 那麼也做了很多的教對等等的工作 好不容易中文版2009年出版 那麼我想這個余老師 其實今天以觀音菩薩為例 來跟我們分享漢傳佛教的菩薩信仰 那內容一定很精彩 但是因為時間有限了 那麼可能我們這次的主題 是以這個觀音菩薩為例 那余老師剛才這個我們會前 也跟余老師在這個聊的時候 因為裡面有可能很多很多珍貴的圖檔 所以我們很怕那個PPT放不出來 那對大家來講就非常可惜 余老師收集了很多各國的 這些非常非常珍貴的圖檔 或者是史料 那我們相信今天的這一場的法院 那各位菩薩一定是這個法喜充滿 那麼最後我們是不是再以熱淚掌聲 來歡迎余金芳 余教授 謝謝 我也非常感谢徐董事刚刚的介绍 我也非常非常的觉得很荣幸被圣言基金会 约请我到这里用四个星期六的下午 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多年研究的成果 就是汉传佛教跟菩萨信仰 那特别就是以我写的那本书《观音信仰》为主 那我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许多菩萨来听讲 对我很大的鼓励 我现在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这四次讲演的大概的题目是什么 今天呢 因为我想虽然大家都是学佛的 可能对佛教 特别汉传佛教已经很深的了解了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妨在开始的时候 还是讨论一下最基本的一些观点 比如说佛教 汉传佛教 还有菩萨 然后从那里呢 我就要介绍 就是跟观音有关系的一些重要的经典 因为就是中国人怎么样知道有观音菩萨 当然是从经典 最早是经典来的 那其实有观音的经典非常多 大概有八十多部 有的是险教 有的是密教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一一地介绍 那我主要的呢 就是集中于法华经 还有《观无量寿经》 还有呢 《楞严经》 这三个经 这就是所谓显教的 然后呢 我们就谈讨论一下 主要的一些密教的经典 密教的经典呢 最早最早就是《请观音经》 《请观音经》呢 其实四世纪的时候 就被翻译成中文了 那特别的 天台大师的智义 天台的智义大师特别的注重这个《请观音经》 然后呢 就是那个《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经》是《水草凡》的 还有《不空磁缩观音经》 那个呢 大概也是差不多七世纪的时候 就出唐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牵手牵眼》 《观音经》 那个呢 一共翻译了一共有十三次 有十三个译本 我们最熟悉的大悲咒 就是出于《牵手经》的 那还有呢 我们常常各个寺院 包括安和呀 还有法谷 常常举行的那大悲咒 大悲咒呢 也是一位 那一位宋朝的一位天台的大师 叫做《四明之礼》 它是根据《牵手经》 把它编出来的一个颤法 所以就大悲颤 所以今天我大概就是介绍这些 那下一次呢 第二次我想讲的呢 就是一些所谓的《遗经》《遗经》《遗经》 因为除了就是说 从印度啊 中亚传进来的佛经以外 还有一些呢 其实是在中国人 就中国人自己写的经 过去呢 都是以一种好像很批判的态度 就是说《遗经》《遗经》《遗经》 其实呢 最近大概二三十年吧 就是在日本啊 欧美的学者 对于这个《遗经》和《遗经》 都有一个新的看法 因为很多就是很重要的跟《遗经》有关系的 比如说《高王观音经》 那其实就是 它不是翻译的 你知道 那就所谓《遗经》 《遗经》《遗经》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灵验记》 就是跟《观音信仰》 推动《观音信仰》很重要的就是《灵验记》 那最早最早的《灵验记》呢 其实是在六朝的时候 四五世纪就已经有了 那个是在最早的《法华经》被翻译成中文 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的 那个是在公元286年 所以等于说一百年以后 就有《观音》的《灵验记》被收集起来 那不断的每个朝代 一直都有《灵验记》的收集 所以这个呢就是推广 《观音》怎么样被国人了解的 还有信奉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我的书里面主要讲的就是说 所谓的媒介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怎么知道 就是有一个菩萨叫《观音》 印度的一个菩萨 他怎么样经过2000年的过程 一个本来是一个外国的宗教 印度教变成一个中国本身的宗教 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讲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呢 那个当然就是说 儒教和道教是我们自己的 可是佛教本来是外国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为什么能够达到三教合一 就代表说佛教完完全全被我们接受了 那相对而说还有很多的别的宗教 也传到中国来了 你知道比方说警教吧 还有呢当然还有以色列教啊 犹太教啊 特别是16世纪以后的天主教 然后19世纪很多很多的基督教 很多很多都传到中国了 但是呢他们就没有 当然很多的这些宗教 特别基督教 以色列回教 以色兰教 都有中国人在信 可是呢绝对没有像佛教 这么样的非常非常深入 到我们的民间跟中国文化 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一生到美国去 开始研究佛教 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所谓佛教中国化 或佛教本土化 就是说怎么样 通过什么过程 一个本来印度的一个宗教 会变成一个等于实现 道道地地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宗教 所以我就觉得观音信仰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拿它做一个个案来研究的 所以我说第二次我们就讲到这个所谓伟经 灵验记 还有一些就是宝圈 宝圈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推广观音信仰的一个媒介 宝圈是比如最出名的就是香山宝圈 就是讲那个妙善公主的故事 那通过这个宝圈呢 又有一些戏曲 比如说香山记 香山或者这些 所以这是第二个我想跟大家报告的 第三个呢 就接触到就是艺术就是造像 因为我们大概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观音它怎么样从男变成女 因为本来就是所有的菩萨和佛一样 他们都是男的你知道 因为释迦牟尼佛他在没有成佛之前 他是菩萨他是男的 所以所有的菩萨也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多半是造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英俊 很威武的一个公子 一个王子的形状 那观音本来传到中国的时候 开始也是这样子的 比如像敦煌那些壁画呀 还有造像都是很明显的男性 有的时候有很明显的胡须 可是慢慢慢慢的 观音大概就在 就在那个十世纪左右 慢慢的好像有中性 不是那么很明显的男性 然后呢从宋朝开始 就逐渐逐渐的就比较女性化 那到了元朝 到了元朝更明显了 那到了明朝大概十五世纪以后吧 那观音等出完完全全的一个女性的一个形象出现 所以呢 比如大家看那个西游记 西游记的吴承恩他自己到葡萄山去见谦过 所以他位于观音的一些故事他蛮熟悉 所以在西游记里面每次观音出现 都是形容得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 对不对 就是有很长的秀法呀 还有那个像樱桃一样的红的嘴唇呀 你知道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女神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只有从那个绘画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慢慢慢慢地演变 如果从经典里面绝对找不出来 经典里面从来没有说观音是女性的 那我们也从来不可能就从法师们写的文章里面看出来 比方说吧 像大慧宗岛很出名的一个禅师在南宋的时候 他曾经写过赞 他称观音为慈父 慈父 所以就是正统的佛教的立场来说 这个菩萨绝对 当然说 用我们这个 就是以空性的观点来看 菩萨无所谓男和女 对不对 因为男和女都是我们俗人的分辨 但是呢 他是用这个形象来表 来描绘的时候呢 可是菩萨总是用男的样子出现 所以 我刚才到佛寺里面去看那个观音的像 也看不出来 他的观音跟那个文书和普贤也是一样 看不出有任何女性的样子 但是就从绘画里面 你知道 很明显 比如白衣 白衣大士 白衣观音 那还有余兰观音 那更早更早就是水月观音 这些都是中国 观音到中国以后的形象 也都是中国的艺人画家 把它呈现出来的样子 至于说这几些水月观音 白衣 余兰 宋子 它的来源是什么 这个来源呢 佛经里面找不出来 你知道 可是呢 往往从灵验记里面找得出来 比如说往往是什么人 在梦里面 或者在打坐的时候 冥想的时候 看到的样子 那他就找一个艺人 根据他看到的样子 把它制造出来 所以白衣观音 余兰观音 就是这么来的 那一旦有了这个形象出来 那以后的人呢 你知道 也会受这个影响 他们在做梦 或者是冥想的时候 也可能就是看到的 就是这个女性的观音 你知道 同时呢 又跟这个灵验记有关系 因为灵验记 就是记载这些他们 就是看到观音的一些感受啊 所以有这么一个所谓一个循环的 你知道 灵验记 他们信仰者的经验 还有那个艺术家的造型 等于说 我是讲circular 就是循环性的 彼此在辅助的 你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 假如要了解 就是观音怎么样女性化 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最后 那最后 那是第三个 我讲到那个艺术方面的 艺术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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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静香 就是佛教的圣地 观音的圣地 还有静香的传统 你知道 因为这个静香的 佛教静香传统非常重要 最早最早的时候 你知道 那个印度是佛教的圣地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求法 你或者是你要去 亲自就朝圣 一定要到印度去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高僧啊 就是 当然最出名的像玄奘 更早以前法显 你知道 同时异境这些 我们都知道的 可是还有很多的别的 就是求法的 朝圣的中国僧人 你知道 就是不顾一切的艰难 你知道 长度跋涉到印度去 但是慢慢的呢 在中国本地 就建立了所谓菩萨的圣地 就是四大名山 是那个普陀 普陀是观音的圣地 然后那个文殊菩萨呀 就是五台山 普贤菩萨是俄美 四川俄美 这个五台山和俄美山的建立 比较早 在唐朝就有了 普陀比较晚 普陀其实是宋朝才开始的 他真正的发展是明和清 那主要的就是说 朝廷的那个支持 明朝的万历 万历皇帝 还有清朝的时候 康熙和乾隆 他都大力的支持 普陀山的发展 你知道 因此呢 普陀就变成一个 就是 中国信徒就说 观音就在普陀 你知道 所谓《华言经》里面讲的观音 比如在《华言经》里面 山才童子 他是五十三餐 他28位参访的对象就是观音 观音就说 坐在一个岩石上 在普陀乐家 密教的一些经典里面 也是说 观音是在普陀乐家 但是呢 经典的普陀乐家 只是经典里面的名字 他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地方 那中国人呢 就把普陀岛变成普陀乐家 普陀岛本来是一个满荒凉的地方 你知道 就是在一个 就在那个 就是 孤悬在海上的这么一个岛 但是就因为 被认为是 是经里面讲的普陀乐家 因此呢 就 很多很多的朝圣的人 就到普陀乐家去 主要的呢 就想能够亲自看到观音 你知道 就求见 能够有一个 有所谓vision 就是能够见到观音 亲自见到观音 那不少的灵验器也就记载 他们什么人看到观音了 你知道吗 那这样一来呢 那我们就不必要印度去了 就可以在中国到那些圣地去 而不但是这样子 那韩国人 日本人 西藏人 他们也来中国了 你知道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把经典里面的一些 所谓神话 神话型的一些地方 把它真正的放在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土地上 所以这个呢 就是很有效的把佛教怎么样在中国生根 的确是在中国生根 那呢 中国就变成 等于说佛教的圣地了 而的确也是 所以后来日本呢 唐朝 很多唐朝 宋朝 很多日本的僧人 来中国求法 来中国朝圣 同样的韩国僧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慢慢的呢 就是说佛教的发展是在印度 可是呢 佛教被移植到中国 所以中国呢 等到那个佛教在印度示威了以后 但是十二十三世纪以后 佛教在印度主要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可是中国呢 就变成一个东南亚佛教的一个主要的基地了 所以 所以 这四个大概的题目 第一个就是 就是 所谓 跟佛 关于有关系的 经典 第二个就是 以伟经 凌雁记 第三个呢 就是 那个艺术 关于的造型 还有最后呢 就进香 好 我现在说 就是 汉专佛教 当然就是佛教的 是中国的佛教 我们一讲到佛教呢 大家都说 大乘 小乘 是吧 可是我们知道 这个大乘 是说 是大乘自己讲自己的时候 我是大乘 相反的说 你是小乘 小乘的人 绝对不会说 我是小乘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一般的就用南传和北传 因为南传呢 多半就是亚洲的南部啊 就是西兰 斯里兰卡 还有东南亚 东南亚的国家 除了越南以外 都是南传 越南 因为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 在唐朝的时候 关系很密切 所以越南是 所谓大乘 所谓北传 那北传呢 当然就指这个 中国的佛教 日本的佛教 韩国佛教 越南佛教 还有西藏 西藏佛教 那我们现在呢 可是又说呢 就是 就是 除了说大乘 小乘 这个呢 一般觉得是有价值观念 所以用这个地域来取代 但是最近的一些学者呢 就建议 其实呢 反而就是 你假如说 可以用另外的 比方说 可以用 生文乘 或者菩萨乘 来区别 就是 所谓南传佛教 它们主要的 就是生文 那它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 成罗汉 正罗汉国 那 大乘 大乘 或者北 北传的佛教 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做菩萨 就发菩提心 做菩萨 所以也可以说是 菩萨圣 是吧 另外一个说法呢 就是指这个 比方说大乘没有开始之前的 说是早期佛教 早期佛教 早期佛教 英文常常这么说 但是呢 后来现在又有学者觉得 还不太适合 因为呢 就是所有的经典 不管是巴黎文的 还是梵文的 他们在写下来的时候 其实都差不多的时候 都是公元前一年 前一世纪左右 所以不能说巴黎 巴黎就是早 你知道 所以又有人建议 就说好 那就讲所谓小圣 或者南传佛教 或者早期的佛教 称它为主流佛教 这个英文叫mainstream 就是主流佛教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一个 现在非常流行在美国 大家说主流佛教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什么佛教的传统 它其实 它有共同的信仰 那就是四地啊 四提 十二因缘 对不对 还有像 三规一 三宝 这些基本的观点 其实呢 是没有一个 任何一个佛教传统 独有的 而它在最早的时候 就是说 它已经 所谓早期佛教 都已经包阔了 因此呢 就叫它 有的学者 就说它主流 就称早期的佛教 或者小圣佛教 或者南传佛教 就主流佛教 但是呢 别人就反对 所以说 这样等于说 你觉得 那个更重要 反而觉得大乘佛教 或者是 金刚 金刚乘 或者藏传佛教 反而不是主流了 你知道 所以这个 没有得到大家的 共同的认可 就是 这是我讲西方的一些 就是讲到所谓的名词了 就指佛教的一些名词 那不管 那我们现在就讲菩萨 那汉传佛教 就是所谓菩萨乘 或者也是大乘 就主要的呢 就是目的 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我这个呢 大家看的这个 就是英文 这个 也是我在上课的 别的地方上课准备的 那第一个就是说 发菩提心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六度 就是菩萨 发菩提心以后 就要求六度 那六度是什么呢 那大家都知道吧 我呢 大家都知道吧 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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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眠 不眠 对 也就是这 就是六度 好 我现在给大家放几个 我现在想放几个半灯片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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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介紹大家,觀音是在很多佛教的國家都廣受崇拜的 這個是印度,印度一個很有名的石庫叫做Ajanta 在蒙拜的南邊很有名的佛教石窟的觀音 可是它叫做蓮花手,因為早期印度的觀音手裡面拿了蓮花手 往往他是在佛的兩邊,另外一邊叫金剛手 就是另外一個菩薩拿著一個金剛錘 到後來這兩位就變成了觀音和文書了 觀音就代表慈悲,文書代表智慧 這個也是在印度,也是在蒙拜的旁邊一個石庫叫做Arangabad 這個比較晚一點,大概五六世紀也是觀音 你看它這裡有一個很明顯的蓮花 這個時候已經出現有阿彌陀佛在它的頭頂上 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像,而它很高很高,非常的高大 在它的身邊,現在我們看不出來,在它四周圍呢 就有很多很多,像《法華經》裡面講的那些八難 就是觀音從這個,救你從水岸,火難 有什麼野獸或者強盜這些都畫出來了 所以他們說這個呢,因為蒙拜它是很靠海的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商人呢 那個時候海上交通其實已經很發達了,你知道 我們常常講說四周之路,就是從印度的北邊 經過中亞,然後到敦煌 那佛教當然就是在漢朝的末,漢末的時候 一世紀末,公元一世紀末,二世紀初 就通過這個四周之路,一些法師們跟著那些商人們 把佛教介紹到中國來 但是我們現在講,有海上的四周之路其實 因為同時呢,就是通過航海 然後到了斯里蘭卡,到了印尼 然後到了廣州南京,還有這麼一個條路 所以這些象為什麼在蒙拜那麼多被訴呢 大家說是因為那些商人沒有航海之前 他就是造這些象,就求觀音保佑 因為這些災難的確不是真正的災難 他們真的很怕,不是虛想的 所以就是阿倫加巴也在蒙拜附近 還有另外一個,假如你到了安格庫 這是安格庫,十二、十三世紀的時候 他們在東南亞那些國家,他們有個信仰 就是說那個皇帝就是神,就是神王的信仰 所以這個四面很大很大的 這個其實就代表當時的一位國王 他是一個觀音的虔誠信仰者 所以又是觀音,也是宣揚他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那這個就是西藏,西藏的唐卡 唐卡特別是十一面觀音 十一面觀音唐卡,這個十五世紀的一個造像 西藏他們覺得達也喇嘛就是觀音的化身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觀音在,比如說 觀音在東南亞一些國家 像柬埔寨啊,像柬埔寨啊,像斯里蘭卡 還有,也主要就是這些國家 它有一個就是觀音跟神王的信仰有關係 等於說觀音呢,就是給那個統治者 那個皇帝,那個合法,給他合法化 就觀音跟皇室的關係非常密切 但是觀音在中國就不是這樣子 觀音在中國就沒有跟皇室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我想為什麼呢,那就是因為 因為早在佛教沒有到中國之前 那中國已經很早就有那個天子啊,天命的思想了 對不對,在周朝就有了 而在那些西藏啊,東南亞國家 所以觀音可以給皇權提供一個合法化 這個呢,就跟我對佛教的了解有關係 我覺得佛教它到任何一個文化 它不會說取代,它會補充這個文化所缺的 它不會說取代或者排斥本來文化的宗教信仰 所以這個呢,跟西方的宗教有很大的不同 你知道,就跟西方的所謂疑神主義 不管是基督教,以色蘭教,猶太教都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那些疑神教,它就說 它絕對不會接受另外一個 它就是,我是唯一的,你知道 到了什麼地方都要取代當地本來的信仰 那佛教根本就不是 就是因為這樣,佛教能夠說廣泛的 你知道,被很多很多的文化接受 但是呢,也就是因為這樣 它跟各個不同的文化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 而做出了一些不同的演變 因此我們可以說,為什麼漢傳佛教 漢傳佛教的確跟藏傳佛教不一樣 對不對,雖然都是佛教 那漢傳佛教跟日本佛教也很不一樣 雖然,所有的日本的佛教那些宗派 其實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除了很少的,除了那個日聯教 日聯教是日本獨闖的 你知道,還有呢,真宗,淨土的真宗是日本獨闖的 其他的日本的宗派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但是呢,他們跟中國很不一樣 因為他們宗派之間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而在中國有個特點呢 我們講三教合一,我們也說禪教合一 就是禪跟天台和華言,那叫教 他們不是彼此攻擊的 甚至到後來,宋朝以後有什麼禪淨合一 就是禪跟淨土,他們也不是彼此批評 那在日本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說漢傳佛教跟日本佛教不一樣 就是代表這個 就是佛教到了不同的文化 它發生了互動,但是它也有些轉變 這就是日本的 這個日本呢,也是,它是十一面觀音 十一面觀音,它是秘教的經典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七世紀的時候被翻譯成中文的 這個,密舊經典的一個特點呢 就是說,它是世間的利益和超世間的利益 它同時它都會給我們 它不但會使我們能夠到涅槃,到成佛 同時它也給我們很多很多現世的利益 所以這一點就是密教的特點 這個是,我看,千倉時代 千倉時代是十三世紀的時候 這個,假如大家到京都去可能都看到過 這是千手千眼 京都的千手千眼堂 就是有一排一排一排的千手千眼的塑像 這個,這個就到了東煌了 東煌的時候,大概十世紀的時候 比如說觀音,觀音有阿彌陀佛 看得不太清楚,可是它就有胡子 小小的胡子 所以絕對還沒有女性化 這個也是,這個也是觀音 觀音這個很明顯的,它有胡須 這也是敦煌的 這個有紀念,好像就是十世紀左右也是 這個就是我們很熟悉 常常看到就是南海觀音 和普陀勒家觀音 我想我現在就暫時不放 因為我就等到我們談到那個觀音的造型的時候 我在一起再給大家放 所以我現在就暫停 那已經這個了 那我想,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一般的講演的這個方式是怎麼樣 是說完了以後給大家問問題呢 還是可以隨時你們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呢 因為我都無所謂 我很習慣,就是我講的時候大家提出問題來 因為這樣就不會,假如說萬一有什麼不了解 或者我講的不清楚,我可以馬上再說明 懂嗎?沒有呢? 好,有 老師請問,密教跟閒教哪裡一樣? 說大聲一點,我聽不清楚 密教跟閒教我們怎麼去學? 啊,閒教和密教,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一般的,我們熟習的經典啊 基本都是閒教 都是閒教 閒教的意思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雖然它很不太好懂 但是呢 它是 它是 就是可以 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 而 在這裡 密教呢 它會用一些 比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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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最好 我給大家 嗯 嗯 告訴大家 我這裡 有一些 這個 結論啊 那可能會更清楚 嗯 嗯 這個在我的書裡面的 嗯 九十三頁 嗯 我說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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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淺教的經典比較起來 密教經典有幾個特別的 潛著的特徵啊 啊 所以形成兩個鮮明的對照 就是 就是 無論密教經典 是 嗯 不管是哪一個 密教 關於 關於 觀音菩薩的密教經典啊 啊 經文呢 都強調 有 四點 啊 第一呢 就是它一定要 要依規定的樣子 來造像 它也要造像 呀 就是經文裡面的規定 必須包括 菩薩形狀特征的 詳細的描述 比如說手裡面吃蓮花 競瓶 珠寶 櫻樂 等等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它要 它規定你要 要吃陀螺泥 因為每一個密教經典都有陀螺泥 但是呢 陀螺泥呢 它說要告訴你 你要一定要吃一定的次數 比方說 二十一遍 或者一百零八遍 或者甚至一千零八遍 一千零八遍等等 或者是一千零八十遍 那第三個呢 就是說 你假如如法修行的話 比如說 你造相 然後赤咒 然後呢 觀音就一定會顯身在你的面前 它或者是以出家的樣子出現 或者是 就以你自己觀想的那個形象出現 所以 就是 造相 赤咒 觀想 那第四個呢 還有就是我剛剛說到的 說這樣的 密教的宗教 宗教的學識呢 能夠帶來世俗 和超世俗 和精神方面的 具體的利益 所以我不知道 所謂密教經典的 它是跟 它的儀歸非常重要 你知道 跟塑像 跟赤咒 跟觀想 就是這些 那 那淺教就 就沒有這些 比如說 這是一個分別 當然呢 另外的呢 就是說 密教 比較強調 就是 更強調 可能要有上師 你知道 修行的時候 還有特別一些 就是想加斥啊 這些 但是你說那個 陀羅尼 我們一般想 好像密教是陀羅尼 其實不一定 所謂顯教 它也有陀羅尼 比如說心經吧 心經最後就是陀羅尼 所以陀羅尼 倒不是說密教特有的 但是呢 密教是特別注重陀羅尼 而且就是說 陀羅尼 你一定要唸多少次 多少次才會有效果 好吧 請問一下孟瑪那個照相 有蓮花跟阿密歐文 是大概幾十多照片 最好對 收音大一點 搞錯人了 不好意思 搞錯人了 我正要問那個 剛才老師秀那個孟瑪那個 有巴難啊 還有蓮花手啊 對 還有阿密陀陀 對 那個是怎麼時代照的照 是什麼 什麼時代 什麼時代 那個是我看七世紀 七世紀 七 六百多年 七世紀 對 那個 第一個 那個阿姜塔 比較早 那個是三世紀 三世紀 三世紀 好啦 好 那我現在繼續嗎 老師可以 還有問題 還有問題嗎 老師剛剛有提到說 是大聖 大聖開始有這樣的思想產生以後 他們才指南傳啊 其他的叫小聖 那是密教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 然後說你們都是賢教這樣 密教啊 密教就是出現是在七世紀 公元七世紀 比較晚 你知道 我們一般說 所謂南傳或小乘 或者是生文乘 這都是佛 佛陀在世的時候 是不是 然後一直到 到大乘 所謂北傳 佛教出現 那是公元 大概公元前一世紀左右 這以前都是所謂早期佛教 然後就是大乘佛教 然後七世紀的時候才是 就是密教 其實叫做金剛藏 金剛成 金剛 Vadrayana 金剛成 可是我們現在講密教 或者是藏傳佛教 因為都是一起了變成 好 老師 請問一下剛剛有提到那個西方現在學者多用這個主流佛教在講這個生文乘或是南傳 那請問西方現在談菩薩稱有給予什麼新的名稱嗎 所以建議就是菩薩稱 它主流主要是所謂早期的 它為什麼呢 這也是等於說 就是強調我們注意所有的佛教它共通點是什麼 共通的那當然有三寶啊 你知道三歸一啊 這個四體啊 十二音源 這是不管哪一生大家都接受的 對不對 所以它才說是主流 你知道 但是這個呢 這個主流 英文的這個主流佛教的出現還是 就我看好像最十年 你知道 最十年 沒有廣泛的用 你知道 所以還是有些爭議 因為主要的就是說 那等於說 就像過去好像你說小乘 你說Hinaya呢 那有點對 所以對早期的佛教有點輕視 那這樣一來呢 你說它主流佛教 有點對大乘佛教有點好像有點不注重了 是不是 所以就是這些這些問題 你知道 但是 我可能要補充一下 就是為什麼大家覺得 有必要重新對於這個用語 就是要重新那個研究一下呢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 所謂大乘 大乘的僧人 他們沒有自己的寺院 他們都是住在 跟那個 所謂非大乘的僧人住在一起的 他們沒有自己的戒律 所有的戒律 五本戒律都被翻到中文了 那都是所謂 所謂 不同的 有不同的 不派 所謂早期佛教 或小乘佛教 不同不派的戒律 就是跟那個聖塔有關係 就是跟那個聖塔有關係 就是跟居士的信仰有關係 這個也被推翻了 因為最早的那個 就是跟居士的信仰有關係 就是跟居士的信仰有關係 其實是出家人 是比丘比丘尼 甚至有一群人 他們自己說自己是 就是沙凱比庫 釋迦比丘 你知道 所以有好幾個 我們一般的 就是過去大家覺得 大乘的特點 現在一個一個都被 都被拿出來 來 來 好像重新估價 但是有一個特點呢 一個特點就是大乘的經典 大乘的經典 大乘的經典 就是非常非常強調 不但你要斥頌 你要抄寫 你要抄寫 抄經 你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特點 你知道 那為什麼 很明顯的就是法華經 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是不是 你不但要念 要送 你知道 要寫 要說 還有 你要供奉 這個經典 本身就是一個 就跟佛一樣 要供奉 這個是有一個 具體的原因 就是因為 只有通過這個 就是大乘的思想 才能夠被廣泛的流傳過去 就是通過經典 經 所以有人說 有一個日本學者 他說 大乘佛教是 是叫做 就是以書 以經為信奉的對象 就是經典 是信奉的對象 的確 有些 比如說 金剛經 法華經 它就是說 經在哪裡 那就是佛身 那就是佛塔 等於經跟佛塔是同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倒是 是跟早期的 因為早期 他們都是用口述嘛 對不對 他們用 到後來才寫下來 前三四百年了 都是口述的 八里文 開始口述 最後才寫下來 那更重要一點 就是 早期佛在世的時候 不久 佛陀 那個 元祭禮後 一共有 十八個部派 對不對 其實不止個十八 有很多很多部派 只是我們知道 有十八個部派 從來沒有說 小乘大乘這個字眼 沒有出現過 你知道 所以 才說 為什麼說 小乘大乘 不太好用呢 因為 那是大乘自己製造出來 他們自己出來 他說我是大乘 然後 所有的人 其他是小乘 小乘 是吧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 就是 一些 重要的經典 跟觀音進行關係的 那第一個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法華經 是吧 但是法華經呢 它其實呢 被翻譯了六次 可是現在只有三個 三個一本被傳下來 最早最早的 最早的是一位 來自西域的 就是 岳枝 一個僧人 他叫做 朱法戶 朱法戶 他在公元286年 翻譯出來的 他叫 這個經典 叫做 正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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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法華經呢 那個 那個 官音的名字呢 被翻譯為 光 是因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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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的光 對 所以 在最早期 在最早期 萬一的名字 常常跟 光 或者是 官 兩個有關係 還有 就是說 我們最熟悉的 普門品呢 在正法華經 裡面是 第23章 好 然後就是 釋迦牟尼 不是 對不起 就是 九末羅斯 九末羅斯在 406年 翻譯出來的 叫 《妙法蓮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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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是說 我們最熟悉的 不但是中國 就是全東亞 在日本 和韓國 他們都是 以這個為主 以這個譯本 官音的名字 也是叫做 《官世音》 《官世音》 然後 在唐朝的時候呢 又有兩個人 在翻譯 翻譯出來 他叫 《施納絕多》 和《達摩基多》 他在6051年 翻譯出來的 叫做 《天品妙法蓮華經》 《天品妙法蓮華經》 因為他就把那些 《街》 加進去 本來是沒有那些 所謂《街》的 所以現在我們接入了一個問題 就是名字 《官音》的名字 因為在唐朝《官音》 《官世音》也叫《官世音》 《官世音》 後來就沒有人再用了 《官世音》 可是我們知道 《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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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一開始是《官自在》 《心經》裡面是《官自在》 他特別批評 他說《官音》 和《官世音》 是不對的 他翻譯的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原來《官世音》和《官自在》 是來自兩個不同的繁文的傳本 其實在二十初世紀 日本和俄國的他們發現了一些殘片 就發現有兩個不同的拼音 一個繁文的拼音叫做 這個我不能寫 叫做 可以嗎? 可以 他們需要修行嗎? 你們需要修行嗎? 我一般都是一直講下去的 不過你們想修行 要不可以修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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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習慣一直講下去的 不可以修行的 要不可以修行嗎? 跟她有兩千錢 兩千二千 很容易 不可以修行 至少 所以,在发现一些产片里面,有这样的拼音,叫做阿瓦鲁卡什瓦拉。 卡什瓦拉就是观世音,这个原来是经文,在中亚,库车、中亚的原文,传本是这个。 那九波罗斯,它是来自西律的,对不对?它是库车,所以它带来的就是这个第一个。 那玄奘呢,它到印度去了,它在印度的接触到那个传本的拼音,是阿瓦鲁卡什瓦拉。 阿瓦鲁卡什瓦拉,就是观自在,它翻译成。 其实呢,它是阿瓦鲁卡,你分两部分。阿瓦鲁卡是观。 那伊什瓦拉是,等于说是一个主宰,是主。 英文讲说,the lord who sees,就是说,观音是一个可以观察世间的主宰。 因此玄奘就说,观自在,自在就是,就是就是称叫他是一个主,是吧? 王子啊,或者主啊,就是。所以他本来的,反正有两个不同拼音。 因此呢,玄奘批评这个九波罗斯说,你翻错了。 那是不对的。因为九波罗斯他用的是另外一个拼音。 其實很早,觀音和觀世民已經同時用了 所以觀音不能夠被認為是觀世民的縮寫 民國出演的時候,李福寶曾經說過 他說觀音大概是因為在唐朝的時候才出現的 因為唐朝的李世民 所以他為了避免更有什麼冒犯 所以觀世音變成觀音了,他說 那也不對,因為其實在走過羅斯的時候 觀音已經有用了 所以這些翻譯的名字